邊境開放第一階段入境免PCR 機場出現了大批人潮 10月13號開始 0加7上路 但是問題來了 國人出團旅遊確診 要在國外待7天才能返國 但國外登機返台 已經不用出示PCR陰性證明 入境也不用PCR 根本無法掌握 民眾大概沒有人想要去篩檢 你篩檢即使陽性 它搞不好也都會隱瞞不報 這樣都有點形同稀色 旅行團入境快篩 指揮中心說 快篩結果不需要追蹤 有症狀才要篩 由民眾自主通報 交通部卻規定 篩檢結果必須要由 領隊導遊檢查 網友大傻眼 有人認為從疫情以來 指揮中心多次缺乏部會整合 更有人怒批 指揮中心就像多頭馬車 主管機關各說各話 指揮中心跟交通部 兩年半來 就從來沒有做好協調 所以指揮中心變成一個 濫權 作秀 撒錢 批選舉的單位 這個是瘟疫下的民主 不負責任沒有下線 前接管局長蘇一仁也表示 政府決定重啟國門 指揮中心已無設置的必要 十月底疫情沒有太大變化 即可解散 並將新冠肺炎從第五類法船 降為第四類監測 還要看整個的狀況 疫情還不是說已經到了一個低點 第五類是否要改為 第四類所以也是要看國際的情勢 跟我們國內的疫情發展 下個月即將大開國門 但配套措施不完備 指引做法也不同調 政策太混亂 讓民眾一頭霧水 記者王志文 王一仲台北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街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